每当我拿出兔八哥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是天梯慈善家 那当我拿出铜枪暴怒时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要知道萝卜是可以出发暴怒的 一个萝卜一条鼠命 一下就丢三十个 要是跟我宣战的话 还有一个跟踪萝卜 强奉战神 真是指日可待呀 开局来到盔甲坊 拿到第一块键 然后上中楼拿到第二块 来到对面的盔甲坊 拿到第三块键 我们来到卧室 发现了一个机械鼠 手上有经验的 这跟上 再来一拍 机械鼠环节 我们拿到的经验是很不错的 但是离我们强奉战神手 需要的一个等级 还是有点距离 至少差不多要个 六级到七级的样子 所以说我们拿着这个穷锥 首先的目的就是刷一个等级 来到卧室 发现了一个带盾的侦探 一个罐子对过去 是没有打中继续跟上 踩一下过完可以破一成盾 我自己也是被晕住了 那这一波有点不好追 但是他这个距离 好像并没有拉很远 那我们这个带着一个穷锥 跑得很快 还是能跟上 还买个罐子是吧 先把这个罐子夺掉 再来一个胡萝卜 直接带走 侦探还想自起 这波的话 我并没有想过要绑火箭 因为我还想刷点等级 现在才一个三级 上火箭重追没了 我这个等级也就刷不上去了 而且我打倒这个侦探之后 又有三成的一个胜利值 因为他身上一直有一个 宣战的效果 这波把他抓起来 真是一个操作的问题 我根本就没有想把他抓起来 晚上跳的 想爬那个楼梯 然后就把他抓起来了 这只能是采下国王了呀 对吧 采下国王把他吼下来 可是这波国王居然没有 把他吼到 吼到我自己了 那我这只能是 先手下奶酪了 这个侦探 什么情况 我这个二级被动的 你过来丢个罐子 砸我一下 等级来到了一个世纪半 我想想算了 别刷等级了 让别人痛不欲生 好像在鞭尸呀 对有点 不道德 砸了我一下是吧 那这样的话我宣战了呀 还躲了一个冰块 可以 那我们先不要着急上火箭呀 利用这个穷锥 先把这个拿破里带走再说 两个飞标 OK 然后板上火箭 这边还一个隐身 在这砸漏一下 还会有一个二级被动 这个就挣扎下来了 不过好在我们还是可以 把他标到 然后板上火箭 这边开了一个大炮 把这个大炮连砸我脸下 那国王应该是救下了 还是一个舍己的国王 完了 这直接一个隐身 他们跑了 这波节奏一段 三块拿了一推 那我这怎么来呀 主要是我这个等级太低了 这个等级要是进入墙峰 别说说童枪暴怒了 就是神仙下凡 这也打不了 这侦探还有一点皮 你看还不走 还想用道具砸我是吧 你看还买个冰块 这是看不起我的八哥吗 侦探都不推奶酪 开始打架了是吧 但是我还是要 以手奶酪为主 因为这么快 被他们推完的话 这把就打不了了 等级只有个五级 一拖时间吧 至少要到一个六级 进入墙峰还能打的 直接拍抓在手里 想去板一个火箭 可惜他们都有个罐子 我就一个被动 有点好弄 再手一下奶酪 他跑了 那我们就直接去板了 一个罐子空掉 基本上再躲一个 直接板火箭 以刷经验为主 也别想到 板火箭了 可惜这个鞋塔 加一个罐子 我真真没办法 怎么又来个大能罐 是吧 我的天 这打架根本打不过 这越打越亏 越打越亏了 又再帮我奶酪了 赶快过来一拳 再来一个球 再来一个叉子 给我兄弟 再来一拳 一个叉子 可惜这个伤害有点低 身上没有一个拍子什么的 这个拳老是在空 有点着急了 再来一个叉子 血量很残 先吃一个布萝卜 回一个雪 但是还是被打死了 这道具太多了 一个烟 那直接推完了 好消息是 我们在强凤七 是升了一个六级 暴露也出发 先把这些道具给清理一下 我只能说 这一把强凤七 道具很多 先用这个胡萝卜飞镖 先控住一个人 再说 有个人跟我宣战了 这胡萝卜飞镖 直接锁定它 就算是隐身的 也可以锁定 道具 快进快进 快进 已经是破了一个半血了 那个尸体我都不敢捡 先往这边标 标一下 又打算一个 我们先用个环金锤 先控制一下 再买一个锤子 准备修 可以看到 不知不觉 我们这胡萝卜飞镖 就打倒了两只老鼠 可惜我们不知道 这个尸体在哪 过去看一下 应该在这边 果然是找到了 找了一个侦探 果然醒了 往那边丢一个胡萝卜 可惜这个胡萝卜 差一点点 把拿破裏给秒了 再打个地洞 当一个夹子用就行了 然后再来修墙 这个墙风已经顶不住了 这个战旗国王破墙 确实是有点东西 我再带了一个铜墙 这个血还夸夸往下掉 这个技能也占CD 先把这个果盘给控好吧 慢慢来 这还砸出了一个隐身的是吧 这个该死的二级被动 没有挡住这个难关 把我的墙给砸了一半去 我反手对于的叉子 居然命中了 可以 去捡个身体的光 这个带着攻击战旗 这有点凶啊 这边有个牛奶 他这个果盘用不了 再有个胡萝卜飞 又是把真飞给带走 那就直接绑着了 真飞也是顺势跳下去 叉子往上丢 国王肯定要往下跳过来救的 再捡起侦探的一个尸体 怎么说国王肯定要过来 标标标 哇他这个盾好多 差那么一点点 不会把拿破裏是给标死了 继续点个泡泡机 还敢过来标标 哎就是又把侦探给标 这国王有盾啊 这时候两个人都被炸黑了 赶快过去 先把国王一拳 可以 他铁血是拉不进去的 踩一个国王 我们抓起来 赶快买个火箭 哎真飞是进去了 那这一波 我们就算不算绝地翻盘啊 只要没有信心吧 这把已经是拿下了 我不相信车花 能在这时候搞我形态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墙缝脸上 有没有觉得带着爆木的一个兔八哥很猛 赶快去试试这套卡组啊 非常的不错